朋友们,大伟从下周开始就要经常住河北了 今天给他收拾一些衣服、备露 还有洗漱用品,准备明天搬到出租房去 和我媳妇结婚都十几年了已经 一下子要分开了,感觉还有点舍不得呀 你就几天回来一次,又不是一年回来一次 也别矫情了,这就是你老想折腾创业 还要付出的代价 投资了大几十万不说 工厂离咱们家还特别远 咱俩现在还得过两居分地的日子 不过陪爸爸玩喝吧 你要珍惜爸爸在家的日子 爸爸过两千就要去外面住了 难受吗 最近我看了一个电视剧啊 四十岁,跟我这个年龄一样 然后中年失业,又背着房贷 感觉一下子千都塌了 所以我跟我媳妇说,我不能躺平 我一定要努力奉斗 给自己多一份保障和收入 所以干果必须好好干 兵满味冻,粮草先行 先把蒸米饭的煎饭包拿上 你说你在那吃穿出行的都得考虑到 有的时候不想吃外卖 不想在外面吃 得自己做点简单饭 咱们这个工厂啊 我也没想着能赚大钱 反正现在不赔钱是底线 而且最近大环境不是很好 能挣点小钱我就知足了 那就好好经营吧 收拾差不多了 大伟早就出门在外 给他在龙脑壶上买了一双新鞋 给大伟超鞋的时候 我身边给你造了件新衣服 现在试试了 最近一下降温了 早晚出门穿这个迪士尼的棉服整合适 有舒服又保暖 这件蓝色衣服挺好看的呀 多少钱 最近德步有新人活动 到手价才59 特别划算 而且哪里同款 还可以买来当情侣装 看看我给你买的运动鞋怎么样 赶紧试试吧 太帅气了 我的眼光怎么样给你选的 别捉 我媳妇选的鞋 就是又舒服又时尚百大 这运动鞋在德步上 活动价才49 超划算 那这不错 朋友们也想要的话 可以点我评论区置紧连接 打开德步就能买 还能领域抢iPhone15 德步都是品牌直发 正品有保障 这就是大尾以后要常待的城市了 看看大尾的行李多不多 两床被入 等会枕头我来拿 行 我怎么感觉有一股凄凉感 凄凉什么呀 你看你的小区环境多好 看着挺安静的 也很干净 看一下我们这出租房 哪都挺好的 就是给配的这个床垫 太薄太硬了 摸起来的那个终点 一点团性都没有 这个床垫对我来说就可以了 我说不拿这个褥子的 小月还非得给我拿个褥子 给你铺稍微软点 看你胸气不好睡不好 小月三下午初二的 就把我床铺铺好了 看上去还请问心的 底下铺了一层褥子 睡着应该挺舒服的 每一次搬家感觉挺正常的 咱们哪是搬家一次呀 跟你在一起这十几年 咱们搬家都都有十次了 我们最开始从北京搬到广州 那时候做电商生意 广州待了一年多 又搬到西安 然后果果上小区的时候 从西安又搬回北京 然后咱们还换了好几次办公室 这冰箱已经擦干净了 打开通风晾两碗 疯狂的过满包困 我们也搬过来一些了 我媳妇这几年跟着我 也吃了不少苦 你看人都这么瘦 但是有一句话叫 生命在于折腾 你咱们退休还有十几年了 如果不折腾的话就老了 知道吧 你老了 我看我还没老 十几年以后我刚五十 还得干个 我们这个输租屋 离厂房就四五公里 比较方便 省区每天两个小时 路上通勤时间了 而且这租金也不贵 我觉得租个三居室还挺划算的 等果果放寒假了 我就带他也来这边住 然后去工厂帮帮忙 去的城市 获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